受新冠疫情影响 进入新加坡的外国劳动力数量明显下降 新加坡的很多行业都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 为了缓解用工荒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引入了机器人 在新加坡圣陶沙的一处建筑工地 机器人点点正顶着烈日认真检查工程进度 遇到重点区域 它会停下来进行数据扫描 获取的信息可以直接传回工地控制室 原来需要两名工人完成的工作 现在只需点点自己就可以承担 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一款将近一人高的机器人 正在过道中不停穿梭 它能发现放错位置的书籍 提醒工作人员调整 它每天可扫描约10万册图书 占到图书馆书籍总数的30% 显著减轻了管理员的工作量 长期以来 新加坡多个行业都依赖外国劳动力 服务业建筑业尤其如此 受疫情影响 各类旅行和入境限制使得外籍人员难以进入 企业人手不足的问题也愈发明显 新加坡近年来持续推进机器化和自动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